由文化部指導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 接連兩週的太魯閣生活散策系列活動 稍時連假首場是以我是男子漢為主題 集結了花蓮北道南太魯閣族商家和工作室來擺攤 在文創園區登場吸引了很多民眾 而16、17號則是會以女性為主題 也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前往 由文化部指導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 和達吉利生活有限公司策辦 接連兩週的太魯閣生活散策系列活動 雙十連假首場週末兩天 以我是男子漢為主題 集結花蓮北道南太魯閣族商家和工作室 在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登場 十個攤位各自帶來濃厚的圓民風味 手工作品和咖啡青石等 為什麼會特別辦這樣的活動 是因為跟太魯閣族的整個的歷史的變遷有關係 因為我們從山上這樣子整個遷移下來 然後各個族群都被打散 那想要做這樣的活動就是希望可以由北到南 把所有的各個部落的人重新再聚在一起 那是主要這個活動的原因 那我們現在最北邊的話 我們是邀請了和平部落的 然後一直到最南邊到芝雅干部落 第一週的話會是以男性為主 那會以太魯閣族的男性比如說他們擅長比如說山刀啦 或者是藤邊啊 然後或者是口黃青啊 所以我們在第一週的話會以男性的這個主要的那個特性 然後去讓整個攤位是呈現這樣子的風格 那在第二週的話會以女性 太魯閣族的女性為主 所以會有很多的工藝品 然後還有耕種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像織布等等的來呈現這樣子 現場也有部落文化工作者帶來傳統樂器口黃情的表演 而10月16、17日 則會以女人、蛇、下雨、傻傻分不清楚為主題 邀請部落千年新書分享 傳統獵人便當享用和傳統舞蹈展演 要向大眾展現男女吸引族人的傳統生活面貌 也讓族人走出部落閒下文化和產業 歡迎民眾前往花創園區 更多活動詳情可搜尋臉書粉絲頁 達極力共享生活空間 記者長邦彥華林氏報導